大家好 在今天有没有感觉到一个 非常炎热的天气 这板桥的温度可是到达了36.7度 台北市的气温也到了36.4 来 我给大家看一个影像 这个影像是在40分钟前 也就是在7点10分的时候的影像 为什么要看这时间 因为可以看到 万家灯火的感觉出现了 还有远方的晚霞也出现了 摄影机的地点在台北的象山 所以从这边看过去 有没有看到101好漂亮 这样子看起来万家灯火的感觉 让你感觉到非常的舒服 但户外的温度的感受上来说 目前的台北温度还有在30度 所以温度的感受上来说 并没有很凉的感觉 我们先注意101后方 这个地方是观音山 再来这边就是观渡后面 接着再看过来这边 就可以看到大屯山脉 再来就七星山脉 天色已经渐渐晚了 所以像现在如果你看的话 外面的影像就已经完全的黑掉了 不过这个影像是我在7点10分的时候 我们把影像给截了下来 让大家欣赏一下 美美的101 美美的台北的夜景 但说到这夜景看完之后 我们就来注意到明天出门 要注意些什么了 先来提醒您 今天中午最热的地方 在北部的台北盆地的板桥 中午的高温到达了37 6.7度的高温 明天的高温的状况跟今天一样 还有机会再更高一些 再高可就高到37了 所以三件事情 要提醒大家特别的注意了 第一个要注意的 你要防晒伤 因为你外出活动的时候 阳光强 防晒工作不能少 到了现在7月份的 炎炎夏日的时候 10到15分钟左右 你的皮肤就容易会晒伤 所以要提醒您特别注意的就是 超过10分钟以上在户外活动 记得一定要做一些防晒工作了 第二个 小心别中暑了 水分的流失速度 因为温度高非常的快 高温的部分都有在36度以上 体感温度会比这感受上来说更高 所以记得一定要多多的补充水分 第三件事情 开车的人没感觉 骑车的感觉特别的明显 当这个太阳高高挂的时候 尤其在中午 你看到了你的温度 你要想快上温度的时候 切记这个椅子可是非常的烫 特别注意到 这个椅子的温度 可都超过40度以上 所以你如果要坐到椅子上之前 小心坐之前 要特别的小心 小心不要把自己的屁股 或大腿给烫伤了 因为温度在这7 8月的时候 机车的椅垫又是黑色的 温度可是非常的高 所以你可能用个东西把它遮一下 让它温度降一点点 你再屁股坐上去 屁股就不会晒 烫伤了 但天气状况来说 我们的天气到明天礼拜五 一样阳光强 周秋假期也是阳光强 但到了周日以后 其实山区的 Sepaco的部分 会开始增多一些些 我们就来看一下 现在这个时候的彩色云图了 云图上面我们先来注意到 从日本南方延伸到琉球群岛 一直到中国大陆的浙江 可以看到 这就是封面云带所在的位置了 整个封面 因为太平洋高压势力 逐渐的往西的方向伸展 所以我们的天气形态来说 就在高压的影响之下 天气晴朗 温度偏高 连Sepaco都没有什么发展 只有在零星的高山地区 有点午后这雨 那封面就被这高压 往北一推 推上去了 之前的上个礼拜 影响我们的西南季风的水气 你有没有注意到 都已经往大陆的方向在移动了 水气逐渐的往北台深 长江流域的梅雨季正式的展开 而我们正式展开的 可就是炎炎夏日了 当高压偏强的时候 温度形态来说偏高 午后蒸雨是偏少 那高压的强度来说 大约5到7天左右一个周期 大家如果还记得 昨天这边有一个小低压 那低压已经上去了 跟北方的封面结合了 而在我们台湾上空 就随着未来几天 高压势力的影响之下 仍然都是属于晴朗稳定 在5跟6的时候 那到了礼拜天的时候 我们的天气形态来说 会随着太平洋高压的势力 略微减弱 来 注意一下 这个就礼拜天的地面图 礼拜天的时候 太平洋高压势力 它会略微的减弱一点点 它减弱之后 相对的我们的午后蒸雨 在山区的部分 就容易会出现了 所以当到了星期天的时候 太平洋高压势力略减弱 我们就会有些赛巴虎 那以目前来看的话 到了下礼拜的时候 我们刚好在高压的边缘的关系 所以下周二 周三以后 午后蒸雨的状况会增多一些些 南海这边下礼拜 可能会有一个低压系统 之后有机会 它会往海南岛方向移动 但是这系统对我们是没有影响的 不过也就代表说 高压有减弱机会 这个低压才有机会出现 高压如果强度到下周二 周三 又增强一些的话 这个低压系统 就没有机会出现了 所以天气状况来说 在我们台湾上空 现在这个时候 就是太平洋高压主岛的范围了 而这样的高温的天气状况 来说在整个七月份 高压势力都是偏强 到七月下旬以后 目前看起来 整个数值模式一爆 应该要到七月下旬以后 在我们太平洋的关岛附近 这边才会有一些热带扰动 有发展的机会 所以两个礼拜以上 都是高温天气 来看看温度了 晚上的温度形态来说 在夜晚温度还算舒适 白天太阳一出来 温度就上升了 北部地区依然在 36 37度的高温 中部地区也是中午热 山区部分下午容易 会有些雾的状况 南部地区之后 在恒春半岛 有些零星的三八号出现 到了东半部地区 阳光强8点以后 就要注意防晒 外岛地区倒是要注意 早晚在马祖金门 可能有雾的状况 未来一个礼拜可以看到 礼拜五 礼拜六好天气 礼拜天午后震雨 山区震多 接着周一有一点 周二开始又会减少 周三周四又有 午后震雨在山区的部分有 外岛地区来说 都会是晴朗的天气 所以小丁宁给您个提醒 特别留意在于说 炎热的天气 记得多喝水 白天阳光强 外出防晒不可少